新城乡第四场第五场部落丰年祭在东方罗马部落还有复兴部落展开 由头目率领着部落族人们办理年度盛事 而新城乡公所也自证文化礼金来支持阿美族文化传承的工作 东方罗马谁吃饭 半夜3号的天气是33度 但是不减新城乡办理丰年祭的活动 相近内上午则是在新修村的东方罗马部落和北谷村复兴部落办理同时进行的部落丰年祭 新城乡公所研究民事务所所长曾修云 承办人林云秋 县府研究民行政乡处长独顾塞运 新城乡邱光明 李正文 由于嘉贤 周军有德鲁斯依赖 新城乡代表会副主席张梅华 新城乡代表天津峰 李春梅 李秋南 各部落同目也一同共襄盛举 现在向他合了一台业资政文化礼金给部落来支持阿美族的文化传承 我们的部落 机会所在这个地方盖得非常非常棒 也是大家主任 大家共同努力 以及新城乡各界大家共同支持的结果 谢谢李正文议员 谢谢迪布斯议员 谢谢周静佑议员 这三位也给大家鼓掌一下 好不好 对我们这个部落前提的支持 也要谢谢公所团队 对各部落的机会所也好 各项活动 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 所以阿淑不能够激功 是归功于大家跟各位同路的一个功劳 我们给郑同路 给所有的同路鼓掌 谢谢 谢谢 阿赖 再阿赖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和谐 而且族群共融的一个乡镇 欢迎社会与众美行判处 处长独顾塞云也代表现场许正卫向主人们致意 同时也致政文化里经支持部落传统的文化 今天非常高兴代表许正卫县长来到复兴部落 来祝贺今天我们的部落丰年祭的大会 那么我们徐县长呢 因为家里的老菩萨生天啊 虽然县长不能来 但是我相信县长跟大家同在 现在在南克里特表示 新城乡是族群融合的幸福之乡 不然既除了主人们参加之外 更有不同族群的乡亲共享盛举 比较外地的游客以及大学生 甚至国外人士也前来体验以及庆祝 也让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原住民族 体验新城乡的在地风情 记者金鸿逸 新城乡外岛